再看是臺北市電影院 微解封第一天 人潮零星 隱城是坦言說 今天只有播舊片 明天才會有芯片上映 所以票房並不好 而外界也關注 如果進場的民眾 在看電影的時候 偷偷了搭下口罩 吃東西要怎麼辦 隱城表示 如果周遭的觀影者檢舉 電影院收到投訴 就會進行勸導 電影院員工戴上防疫面罩 替隱城外的自動售票機 擦拭酒精 微解封 第一天 悶了快兩個月 沒看電影的民眾搶 投箱 進場觀看隱城 恢復放映的首場劇情片 電影院為解封要求觀影 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室內 戶外 等候區 都禁止飲食 但如果遇到民眾不守規矩 該怎麼辦 其實你如果偷偷拉下口罩 可能你的隔壁鄰居 會來檢舉你 所以可能我們的服務人員 也會被通報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才會進來 稍微關切 而在每場電影放映結束後 都有專人全場大消毒 不過為解封第一天遇到上半日 而且採取梅花座 每場人數上限是一百人 加上搶檔芯片十四號起才上映 業者坦言 剛復業的票房還沒起色 畢竟今天上映的作品都是前一陣子上映過的電影 還有包括在五月十四號那一週上映的一些新片 跟之前的舊片 所以原本大家就已經預期 今天就算有上映的影片 其實銷售的狀況 它並不會很好啦 到了下午 北市觀傳局前往稽查了解業者的防疫作為 目前各縣市政府對於電影院為解封不同調 向新北市政府認為電影院屬於室內群聚空間 因此轄內十五家電影院還是維持停業 桃園市則預計會等到三級警戒 期限七月二十六號過了之後 再來決定 記者綜合報導